嗨大家好我是TK用 也可以叫我TK Season 7第七賽季已經來到海上了 終於海盜可以成為船長為自己的船命名或裝飾了 這部影片我就將第七賽季的重點更新 介紹給各位海盜們 內容會有點多 但希望都可以讓海盜們了解一些海上變化 那我們就開始成為船長吧 擁有一艘船 身為船長你擁有一艘船是很正常的事吧 在租錢單頁面中 可以選擇我的船隻 利用金幣來購買屬於你的船 一開始每種類型的船都可以分別購買一艘 若要再買一艘某一類型的船 就需要那艘船隻類型的船頭銜到達船級才可以 也就是船隻體乘杯中的其中一個同盟到達50級 關於體乘杯和同盟的事情後面會再說明 在選擇中能夠協助船隻修復至最初的狀態 或者重新命名 還有直接將船隻拆解 製造船的船隻體乘杯也將消失 成為船長 當你使用你所購買的船隻出航後 你就是這艘船的船長 當然是可以選擇開放船員 或者邀請我班上船 還讓領主會為你的船寫下你所命名的船筆 而你就是船長 第一次購買船隻 還會有海盜領主和你講解一些關於船長的教學 自定義船隻 成為船長的你可以為自己的船 自定義不少東西 像是可以和造船商店購買 船隻裝飾品和船隻飾品 船隻裝飾品可以改變船上的傢俱 像是桌子、窗簾等等 船隻飾品則是有戰利品和裝飾品可以購買 戰利品都是需要完成一定里程碑或成就才能解鎖購買 除了那個魔魅幽靈戰利品 只要有成就就可以 裝飾品則是有些配件可以選擇 購買後能夠在船隻自定寶箱更換 船隻飾品的戰利品和裝飾品可以直接在船上佈置 一些平面、牆壁或角落都可以讓海盜們自由搭配 將你這艘船的特色展現出來 這些飾品還會因為暴風雨或激烈的對抗歪掉 還可以將它們調整回來 船上瞭望台、騎子箱也有這次更新推出的新旗子 需要依照走在船隻的船隻裡塵杯來解鎖 除了佈置自己的船外 還會有屬於你這艘船的船騎 靠近後會顯示出來 在自定的箱子中 船隻騎子可以改變出現船騎的外觀 船隻頭銜則是會在船騎出來時 在船名上方顯示你的頭銜 如果在海上遇到有認證船長的船隻時 望遠鏡看下去就會顯示那艘船的船騎 看看是個什麼樣風格的海盜 以上造型可以選擇開放給船員做更改 或者只有船長才可以 當造型決定好不想更換時 船長還能在造型下方足準造型 或者一鍵還原一手儲存好的造型 但如果是船員才有的飾品 並不會儲存起來 船長服務 身為船長怎麼可以不擁有更多服務呢 現在造船商店提供給有船長的船隻 可以購買不激品的功能 是會直接進到布吉桶裡 省去收刮物資的時間 適合有潛力的海盜們 出海冒險的船難免會有傷痕 這次第七賽季更新後 傷痕會保留在船身上 造船商店或開頭選擇船隻時 會提供修復服務 讓你的船再次回到嶄新的面貌 除了以上服務外 貿易戰多了一個名叫製高者的組織 有船長認證的船隻 都可以將戰利品交給他們 來換取相對應的聲望和金錢 製高者的位置 還會有方便上下貨的設施 讓船長們可以更方便且快速的交貨 不愧是船長才有的專屬服務 船長之旅 在造船商店中提供了不少船長旅程 商店裡有份聲望限制 和數量可以選擇 難易度也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囤積不少各式旅程 在船長出價可以看到你所購買的旅程種類和數量 其中用兵的委託是屬於綜合型旅程 也就是有淘金、靈魂、商人類型的任務 只是這種混搭任務 對於想要提升單一聲望或使者的海盜 會升得比較慢 適合喜歡旅程混搭風的海盜 船長日誌 有船長認證的船隻 船長桌上都有一本船長日誌 可以查看這艘船的資訊 船長日誌會在相對應的船子裡神碑解鎖後 得到不同船長日誌造型 海盜們也能在選單中航海日誌裡 找出你想要在船長日誌上顯示的內容 這樣當其他海盜們在讀日誌時 可以好好的介紹自己 當有船長認證的船成了 會註出船長日誌 除了可以好好看看這艘船的資訊塊 船長日誌還可以拿給死神智庫小鑽一下 先賣掉這艘船 要下棋嗎? 沒差嗎? 沒差 突然就給他們了 里程碑 地基賽季除了船長系統外 里程碑的系統也是很重大的更新 選單中的航海日誌 可以看到有分海盜里程碑 目前所在船的里程碑 以及船隻里程碑 海盜里程碑是跟個人有關 但要算到海盜里程 需要載有認證船長的船才會算到 右上則是目前所在船隻的里程碑 右下則是你所擁有的船隻里程碑 每個里程碑都有不少類別 這些類別都和在海上可以做的事情有關 隨著進度的往上級別就會增加 進而可以解鎖相關的東西 在造船商店中可以看到一些裝飾品和顯示 什麼海盜同盟多少集 就是看海盜里程碑中的類別等級 像是旅人、惡棍、災星等等 什麼什麼海盜里程碑達到多少集 這就是指海盜里程碑中細項需要完成的目標 至於船隻里程碑比較適合船徽、船長日誌、船隻旗子和頭銜有關 從中會看到什麼船隻同盟 就是指船隻里程碑中的類別等級 這裡提醒一下 當船隻同學擁有船旗的船隻類型 才能再次購買該類型的船隻 最後當有想要做的里程碑 可以開啟航海日誌 並將想要的里程固定到航海日誌 方便海盜能確認進度 里程碑也提供在船長認識中顯示 除了可以顯示你自己海盜里程碑想要出現的內容外 也可以選擇自己認證船隻 所想要顯示的里程碑 在船長日誌中顯示 展現自己船隻和海盜的風格 給其他海盜看看 以上跟這次船長和里程碑系統相關的資訊 都可以按下ESC 選擇資訊和訣竅 去查詢想要了解的內容 賽季獎勵 第七賽季的更新 當然少不了全新的賽季獎勵 有著黑色為底 並搭配海外出手的造型 讓海盜記得這海上可能遇到的危險 西瓜船舵 和椰子酒杯 是這次賽季的特色獎勵之一 還要以獅子為主題設計的 勇氣系列 也有傳奇海盜專屬獎勵 梅里克的外套和歪刀 有購買日誌的通行車的海盜 更可以獲得 蕭威爾風格的造型 開造型有專屬的表情 花瓣風暴 非常適合螢幕網繪的時候使用 使者帳本獎勵更新 這次更新的使者帳本獎勵 是個使者樂器 好好歌頌成為使者的好 海盜百貨更新 這次有為了傳掌系統 更新推出的船徽 好好的趁通你的船名 以及後悔名字沒創意的 破船之改名契約書 破船魚霧名系列造型 是以破船魚為主題設計 喜愛破船魚的海盜 趕緊入手吧 海盜部分 有免費表情 前途光明的肖像 非常符合這次推出裝飾品的風格 還有更多和肖像有關的表情包 以及苦役武器之勢 在最合行之間擺用你的武器 究竟是真罪還是假罪 讓人猜不透 貿易戰更新 武器商店 上架幾把彎刀 原算彎刀 流氧者的苦役彎刀 忽然的苦役彎刀 以及兇狠老這手彎刀 造船商店 推出了其他顏色的使手船翻 其他更新 這裡說一下我覺得要提到的遊戲情分析 1.飾品除了船隻可以放之外 酒館的角落也可以 2.在島上有機會遇到凳子 可以撿起 看到你想要好好坐下的地方 也能賣出一些價錢 難來做還是比較實在 3.地圖拿起時 可以按PC預設鍵F放大 好好找尋XX的位置 4.在敵方船上死亡時 隊友無法將你復活 5.單人和單位船的平衡 調整 在這次更新日之中 不少針對單人玩家 或單位船的調整 像是減少在百度船上的時間 或者單位圍竿不會因為 引發裂難而斷裂 可是下一發 才會造成圍竿斷裂 還有不少調整 建議海盜可以直接去更新日之查看 以上就是這次 Season 7 第七賽季的重點更新介紹 希望對各位海盜們有幫助 如果有什麼問題或想說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也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的船品和遊覽 希望未來有機會在海上相遇 大家去賺點金幣 購買船隻 成為船長出海吧 我是TK 我們下次大海見 掰掰 掰掰